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第26期的每天跟我学英语 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就是在银行里面的用语 好,如果你喜欢这些视频呢,请为我点一个赞,还有订个月 如果您有什么建议呢,你可以在下方留下言,我是会看留言的 如果你一遍学会这个视频呢,你可以多看个几遍,而且多熟悉一些 我今天刚读了一个评论,然后呢,一位老先生说他看个五六遍才能把这些学会 如果这是你呢,我也建议你看个五六遍,因为我感觉这些单词是非常实用 而且非常是生活中的生活,银行中的银行,没有钱你怎么活呢,对不对 好,那我废话不多说,我们接下来就开始我们今天的学习旅程吧 我们今天的第一句话 好,来,大家跟我重复两遍,来 好,他该怎么用呢,如果你去银行的话,那个银行服务人要跟你说 How can I help you today?你可以说,I want to make a deposit 我想存款 I want to make a deposit 我想存款 好,下一个单词 我们今天的第二句话 我们今天的第二句话 make a withdrawal 取钱 make a withdrawal 取钱 make a withdrawal 取钱 好,接下来,大家跟我来一起重复两遍 来,第一遍,make a withdrawal make a withdrawal 取钱 好,大概怎么用呢,银行人员可能会对你说 好,可能 I help you today 我今天能怎么帮助你呢,你可以说 I want to make a withdrawal 我今天想取钱 I want to make a withdrawal 我今天想取钱 好,下一个单词 好,今天的第三个句子 要有账户的话,我们总需要有一个账户吗 但是呢,去银行呢,我们怎么说我想开账户呢 开账户就是 open an account open an account open an account 好,大家跟我来一起重复两遍 来 make an account make an account make an account 好,现在呢,它该怎么用呢 你走进银行,然后那个工作人员会问你 how can I help you today 你可以说 I want to open an account 我今天呢,想开账户 我今天呢,想开账户 I want to open an account 我今天想开账户 好,下一个单词 今天的第四句话,你走进银行你想去 账个款,但是账款怎么说呢 账款就是apply for a loan 账款 apply for a loan loan是账款 apply for a loan 账款 好,接下来呢,大家跟我来一起读两遍 来第一遍 apply for a loan apply for a loan apply for a loan 好,现在呢,它该怎么用呢 接下来也是一样,你走进银行 然后那个服务人员呢,他会问你 how can I help you today 今天我能怎么帮你呢 你可以说 i want to apply for a loan 我想账款 i want to apply for a loan 我想账款 好,下一个单词 好,今天的第五个句子 这个句子呢,是竞争在机场用的 不过呢,银行也是很适用的 那就是你要往别的国家去 你总能换人家的金币吧 对不对 然后呢,换金币,换这个换钱 就是exchange currency exchange是交换 currency是这个地方的钱 exchange currency 兑换金钱 exchange currency 兑换货币 好,接下来,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两遍 第一遍,exchange currency exchange currency exchange currency 好,现在它该怎么用呢 你走进一个银行 然后那个人员会问你 how can I help you today 然后呢,你可以说 I want to exchange currency 就是说我想交换货币 I want to exchange currency 我想对方货币 然后它可能下面会问你 你想换什么呢 你可以说 us dollars to RMB 美金到人民币 好,下一个句子 我们今天在银行里面第六个句子 cash a check 支票兑换成现金 cash a check 把支票兑换成现金 cash a check 把支票兑换成现金 好,来,大家跟我一起重复两遍 先来第一遍 cash a check 你来 cash a check 你来 好,现在呢,你也一样 照常的,因为你很有钱 然后呢,你就每天去银行 然后那个人 然后那个人就会问你 how can I help you today 我今天能怎么帮你呢 你可以说 i want to cash a check 我想把这个换成钱 我想把支票换成钱 i want to cash a check 我想支票兑换成现金 好,下一个单词 好,我们今天的第七个单词 它就是check 刚才我们上一个也学我 check 支票的意思 check 支票 check 支票 好,大家来跟我一起重复两遍 来 check check 好,接下来我们来 好,它该怎么用呢 有一个人会问你 如果你买了一个东西 你可以说 他们会问你 how would you like to pay your order 你想怎么样付您的钱呢 你可以说是 i want to pay with a check 我想用我这个支票付 i want to pay with a check 我想用支票付 好,下一个单词 好,我们今天的银行用语第八个单词 就是credit card 就是credit card 信用卡 信用卡 credit card 信用卡 credit card 好,大家跟我来重复两遍来 credit car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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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用卡 信用卡 它该怎么用呢 比如您去超市买东西的话 然后呢 您 什么都扫完了 然后您要结账 然后他们会问你 你用卡的话 他们会问你 what type of card do you use 你用哪一种卡呢 你可以说 i use a credit card 我用信用卡 i use a credit card 我用信用卡 好,下一个单词 好,今天的第九个句子或者是单词 是保险箱 save deposit box 保险箱 save deposit box 保险箱 save deposit box 保险箱 好,大家跟我一起重复两遍 第一遍 save deposit box save deposit box save deposit box 好,签了它该怎么用呢 照常一样 因为你就是那么的有钱 你走进一个银行 然后你就说 然后那个人 服务员人就会问你 how can I help you today 你可以说 i want to open a save deposit box 我想开一个保险箱 我想开一个保险箱 I want to open a save deposit box 我今天想开一个保险箱 好,下一个单词 好,我们今天的银行用语第十个单词就是 debit card 借记卡 debit card 借记卡 debit card 借记卡 借记卡 好,大家跟我一起读两遍 先来第一遍 debit car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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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信用卡的一样 你去查试 人家会问你 what type of card do you use 你可以说 i use a debit card 我用一个借记卡 i use a debit card i use a debit card 我用借记卡 我用借记卡 好,谢谢你们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